真的是太特別 而且是精彩 那無分F剛做完 201跨年的一個煙火的表演 那今年他們的演出也是獲得Faila的一個好評 那今年我們特別再次邀請他們到台南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演出 那演出的內容 簡單的跟大家大概做一下報告 那這一次的演出大概是屬於一種比較劇場式的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一個放煙火的一個藝術表演團隊 但是台南是屬於一個低碳城市 所以我們這一次並沒有所謂的高空煙火這樣子的演出 那所以他們完全是為了這個城市 以永華市政廣場 來做一個全新的環境劇場的一個製作 那這個製作其實是非常符合台南也是一個創意城市的一個想像 所以他的演出大概有分做幾個部分 裡面有音樂家 有畫身為圖畫家 有畫身為圖畫家 舞蹈家 加上一些低碳的一些特效等等 營造出整個節目的一個架構 那今年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目前已經在市政廣場搭起了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舞台 那如果大家從南島路就可以看到那個舞台 我們目前大概結構已經搭設好了 那個就是我們今年表演的一個主舞台 那另外就是在主舞台上方 我們今年特別製作了所謂的高空的一些懸吊的特技的演出 讓整個演出不只是平面 其實是一個3D的一個演出 那加上我們既有的非常高大的我們永華市政的一個建築 把它整合在一起 成為我們今年表演的一個空間 那這一次其實我們希望說 它的演出除了熱鬧 藝術性之外 也能夠跟我們今年的馬年有一點結合 所以我們今年的主題叫做 《飛馬之夢光於影的禮戰》 那成為剛剛我們示意講的 那我們第一年是火劇團的演出 第二年是所謂的3D的投影 但是第三年我們是光於影整個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所以演出大概分做幾個段落 第一個樂章是發現藝術家 那這個部分是今年也特別邀請到音樂家來參與演出 所以音樂家其實是跟這個環境劇場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從一個音樂家的發想開始 然後他有很多的夢想 從這個夢想開始起飛 那這個音樂家想像成自己是一個火焰的畫家 所以剛剛大家有看到片段的CF裡面 有人在噴火 其實就是用彩色的火焰開始在做畫 那形成一個非常美的一個畫面 然後這個畫家其實他有更多的夢想 那所以他會變身 開始想像成他有不同的一個幻想 然後他會開始升空到一個空中 所以剛剛說我們會利用到一些空中的學校系統 就是這樣子 那第四張就是他到空中之後 開始有了一些飛行的夢想的遊戲 那一種兩個空間不同的層次 底下有音樂家在彈奏 那其實他已經幻想自己在空中 已經自在飛翔 所以剛剛會搭配了很多的高空的一些特技的 飛行的表演 那第五個是這一次也搭配到有聲樂家 所以會有聲樂家在這個舞台上 來做一些詩歌的演唱 那最後就是音樂家的夢想 透過這些樂曲的行術 那就好像飛馬的飛行漫遊一樣 最後我們會有飛馬行空的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讓大家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來感受一下 到底這隻飛馬是怎麼樣子出現的 那每場大概是30分鐘的一個演出 30分鐘的演出 那這一次因為動用到非常多高科技的一些設備 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投影 所以其實這一次來的一些設備 也都是首次來到台灣來做使用 那另外就是我們強調這一次是非常環保 非常是無污染的 所以不管它的一些燃料也好 它的一些設備也好 特效也好 其實都是非常的環保 也非常的安全 那剛剛提到的 我們這一次採用的一些特效 其實它就是無鋁無鋁無滴焉的 是直接從營果進口的這些特效 那我們希望說 它能夠帶來更高的藝術性 獨特性震撼性 但也不會污染這個城市 我想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那這是我們這一次也特別 從法國進口的一台非常大型的投影機 做一些圖像的一些投影 跟整個表演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希望達到一個真正的一個環境的劇場 那這一次也有一些人物舞者的表演 那其實他們的服裝 也是搭上LED科技的服裝 所以在舞台上的演出也特別特別的亮眼 那我們的時間再一次的跟大家報告就是 這個表演跟台南市政府的合作 他感到非常高興和光榮 這是一個特別的 我個人也有很多人的感受 因為我們在台灣 也有很多人在台灣 也有很多人的感受 也有很多人的感受 他說這個表演的經驗 也讓他就是從台南市 給他非常多靈感 然後獲取到很多新的知識 所以他也很常得到台灣的經驗 接觸不一樣的文化 我不要再說一段時間 我會說一些 paradox的 他說他只是簡短的介紹一下他的理念 我可以說我們有成功 一種美式機器 我們會把整個表演 但其實這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說 他很謙虛地說 他其實不是帶很大批的人員 而且還有很高科技的器材來到這裡 他是一種要學習的心態來的 他其實是一種要學習的 他在說 它是一個很強的的作品 他會說 他會說 他的主要團隊 是比較藝術性的 不是非常地像那種有非常龐大的特效的那一種 他比較想呈現一種藝術性的表演方式 他這次的理念主要是想呈現比較有哲學家的方式 然後從自然還有對於地球環保這個意義做發想 他自己也覺得這次的表演對他來說很特別 謝謝大家